民眾帶著花束卡片 到日台交流協會 對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表達哀悼之意 疫苗的時候也有勝過 然後我們地震的時候 他有幫助我們 他真的是很少 對台灣這麼好的人 我就是以台灣人的身分 來為安倍晉三 這個偉大的政治人物 來致敬 你看他為台灣發聲 還有為所有社會上 不公義的事情發聲 他從來沒有猶豫過 安倍晉三做事 總統蔡英文臉書 再度發文 安倍晉三前首相 是我的老朋友 一直相信有一天 我們可以在台灣相見 謝謝安倍前首相 畢生對台灣的貢獻 下週一 7月11號下半期一日 表達最深的哀悼和感謝 台灣會和日本 持續並肩同行 堅定捍衛民主自由的價值 不只台灣 美國印度等民主夥伴 也感念安倍 為全球民主價值的付出 紛紛宣布 以下半期的形式 來悼念 安倍的葬禮將在7月12號舉行 台灣外交部與日方密切協調中 如何推派代表出席 感念安倍晉三身前挺台 台灣各界分表哀悼 總統決定7月11號降半期 也是為了感謝這位日本前首相 對台灣的卓越貢獻 三選鄭凱宗李政道 陳君姐駐軍 TAP報導